杨简要请令探敌营。 当时啊,使紫衙大吃了一惊,什么? 你要到敌营中探看一番? 哎呀,紫衙把眉头一皱没说什么。 可是杨简这几句话呀,精震了仗权所有的文武,大家互相看了一眼, 嘴里虽然没说什么,但是心里都在犯和解。 这杨简的口气也太大了,啊,他要单人独自探敌营,你进得去吗? 城堂大营把守森严,里三层外三层的兵将。 你说你这不是开玩笑吗? 但是大伙居于丞相的面子,知道这是丞相的失职,谁也不好说什么。 所以啊,说一张上下,都不言语了。 这样沉默了,好半天。 杨简明白了,哦,自己一想可能我这话说得口气大了一点。 哎呀,师叔啊,小植我说的是真话,他就是再有几层军将,在那儿把守,也拦不住我呀。 子牙一听,那我倒要问问你了。 杨简,你怎么能进得去呢? 即便你小心翼翼偷偷摸摸,爬到城堂大营的营兵,一旦被巡营料哨的军校发现万箭齐发,那有去无还呢,我怎么能让你去冒这个险呢? 杨简一听,嗨,师叔,我不用偷偷摸摸,我就大么大样啊,从这个城堂园门直接进去,一直啊,到敌帅的中军宝藏。 说不定我还在这个宝藏里边坐会儿,甚至于啊,在那儿打个盹,睡个小觉什么的都行。 江子牙啊,和中文武都乐了,怎么,心说,这位杨道童是不有点发烧啊,这不说胡话呢吗? 杨简这么一看,哦,哎呀,我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了,我说不明白啊,但是说不明白还得说,要不师叔为我担心。 他走到帅岸前,滴滴的声音啊,跟子牙嘀咕,他嘀咕什么呀? 他告诉江丞相,师叔,弟子我呀,有八九玄空之庙,就是说那叫八九玄空树。 我在山上学到几百年啊,我师父交给我一身特殊的本领。 什么本领啊? 七十二变数,就是谁都不会,谁都没有的,只有我老师他老人家会,把这绝技就传授给我了。 弟子我变什么像什么,变出来跟他一模一样。 紫牙这么一听,他可兜心了,他知道,自己师兄十二大弟子之中的玉顶真人,确实有这样的本领。 啊,哎呀,新知啊,你怎么不早说呢? 那你想变个什么呀? 杨姐一听,我还没想好。 这爷儿俩这一对话呀,金炸木这哪吒呀,五级呀,都围过来了。 特别是这小哥仨,哪吒这哥仨听着,特高兴。 哎呀,师兄,你有这个本领啊,那你能说变就变吗? 杨姐一听,当然,可不说变就变吗? 乐得哪吒跳着脚了一劲直拍巴掌。 哎呀,真好玩。 紫牙一看,哪吒,心说这是,这是玩的事吗,这是,啊? 这么大的事情,你别就在这儿嬉嬉笑笑的。 哪吒一看,我不是嬉笑啊,师叔,您听见没有? 我师哥杨姐有这个本领。 啊,师哥,您能说变就变吗? 那当然,那你给我变一个呀,你说吧,变个什么? 你给我变一只小燕子。 好。 杨姐点头一转身,蹭的一下,人没了,突! 哎,一只小燕围着这帐里边转了三圈,就落到那大帐口那儿了。 小燕一回头,喊了一声,把大伙吓一跳。 哪吒,你看我变得怎么样? 哎,哪吒乐得差点坐地上,真好。 那燕子,刷一闷刺儿回来了,杨姐又站到帅岸前了。 哎呀,师哥,你给我变这老鹰。 那你得跟我出来。 杨姐把哪吒拉到这样外蹭的一下,一跺脚,他飞到半旋空去了。 真是一只展翅雄鹰啊。 哎呀,太好了。 杨姐二次回来,哪吒乐懵了。 哎呀,师兄,你给我,你给我变这苍蝇。 今这一听,什么呀这是? 怎么,你让师哥瞎变,变什么苍蝇啊? 要不你变这耗子,这是胡来胡来。 你,你,变得太小了。 听到这儿杨姐用手一指,院子里坐着的那龙须虎。 哎,贤弟,我变得跟他一样怎么样? 龙须虎也不信呢。 龙须虎听这儿站起来。 怎么?哎呀,师兄,你能变得跟我一样? 那是自然。 你变变我看看。 好。 腾。 杨姐一跺脚,一个跟头翻过去了,大伙再看。 哎哟,整个这帅趟,一片欢呼声。 都叫好,都喝彩呀。 怎么回事? 院子里出现了两个龙须虎,一模一样,一点都不差呀。 分不出谁是真,谁是假来了。 龙须虎急了,他抬起手了,咚一下,就跟杨姐来了一磨盘。 杨姐手里也有磨盘呐。 呃,好磨盘,撞磨盘呐,撞着粉碎。 大伙赶快过来,拉架,哎哟,别打,别打呀。 龙须虎不让? 怎么? 你说你变得跟我一模一样以后,你要是,啊,犯了门规,那喘了祸,那这算谁的呀? 哎,子牙一看,那怎么可能呢? 这不是在这会儿搞个试验吗? 龙须虎更不让了。 试验? 那变谁不行啊? 干嘛单变我呀? 我这模样就够可怜的了。 我这一人还不行啊,还得变出一个跟我一样的,哎,你怎么这么酱呢,这人。 算了,算了,算了。 子牙,劝说了一番,告诉杨姐,你快,变话回来吧。 杨姐呢,走进了大帐,哎哟,这回大伙可全服了。 这变什么香什么呀? 啊,哪吒呀,拉着杨姐的手部松开。 师哥,你能变师叔,成像这样吗? 子牙一看,行了,行了,啊,哪吒,就你闹腾的凶,你紧着给他出主意,他怎么会变不了呢? 啊,变龙须虎,龙须虎极了,变得跟我这模样,我们俩坐这儿,谁传令呢到今儿? 大伙一听,可也对,那反正你不能变成这样,你进人呈堂大营,人也不让你进去。 杨姐一听,那又何难呢? 我可以变一个小蚊子,我飞进去。 大伙一听,这什么月份啊? 有没有蚊子,那你就甭管了,反正啊,我让他们发现不了我,我就要顺成堂大营这圆门,大那样飞进去。 我想待多长时间,待多长时间。 啊,对了,你们不是跟我说了吗? 你们身边的法宝,不是都让他给收去了吗? 我去,给你们改了回来,这还不行吗? 江丞相也十分振奋的,转油为喜了,想不到我西齐有这样的能人啊,看来我主霸业旧一样。 哎呀,太好了。 杨姐,你想什么时候去探敌人的大营啊? 事不宜迟,今夜二更。 等着吧,呵,大伙就盼这二更天哪。 你说这事儿也怪,你要怕他天黑啊,他一会儿就黑,你要盼他天黑啊,他且不落太阳呢。 好不容易,哎,交了定更了。 哪吒这哥儿几个已经前后催了六回了。 师哥,你快变他。 杨姐一看,你忙到什么呀? 不是我忙到,我的乾坤轩、混天灵都在敌军大营里头,您给我拿回来,我这不是去吗? 我现在就动身还不行,慢慢溜达着。 这么着,我们哥几个还在城楼上,给您关阵。 您回来啊,千万别把我们给落在城上,您叫我们一声,那行了。 哥几个陪着杨姐,到了城楼上,哪吒这一回头。 师兄,师兄哪去了? 金正墓这一瞧,没看见呢? 不是刚才跟咱们一块儿上城吗? 啊,怎么一眨眼的工缝没了? 杨姐呢,溜达了。 他真的变了一个小小的蚊虫,就尤打呈堂这个圆门,大大样飞进来了。 一直到中军宝障,他才落下来。 落下来之后,杨姐龙眼神这么一看啊,摩家四位大帅啊,坐在椅子上都睡着了。 他们怎么坐着睡啊,一般他们不愿意躺在那行军床上睡觉。 其实他们的行军床啊,都是特制的,加固的,四个床并在一块儿,他们那两条腿还在地下搭了着。 他们嫌憋屈,还不如啊,坐在这椅子上打个嘴儿美。 哥儿几个叉啊,呼呼的,睡得还真香。 打仗里静悄悄,一点动静没有。 杨姐一看,那会员珍珠伞啊,和那宝剑琵琶,都在那挂着呢。 杨姐就过来,他先把那伞摘下来了,摘下来之后,找了个没人地方这么一抖喽,哗啦一下。 哪吒那些个宝贝啊,什么宝剑啊,秦昆圈啊,打仙砖啊,炖龙庄,都给抖了出来了。 杨姐滑了滑了,全揣起来了,他把那伞又给挂上了,挂着那会儿,杨姐犯合计了。 他合计什么,我是把这都拿走啊,还是一件一件的往西齐城里搬呢。 杨姐学吗,他学吗什么,学吗那花虎雕。 这花虎雕啊,一般都在摸着兽兜里装着,他不把它拿出来。 日久天长,这都习惯了。 杨姐心说,我得把这个东西弄出来。 正在他一犹豫这功夫,摩家四将啊,醒了,撑了个懒腰,哇哗哗哗哗哗哗哗。 那么一抬手,无意中碰了一下这大杖,哗啦的一下子,差点把这大杖给挑起来。 杨姐以为这还不得来好多人呐,啊,问大帅有什么吩咐,一人都没来。 怎么回事呢,那中军官捧应官都习惯了。 有时候这四将经常碰哪儿一下,哪儿都哗啦一家伙。 所以没人来,哥几个互相看了看,哎,这觉睡得挺美,可不是吗? 哎呀,大哥,啊,咱们什么时候能取下西齐呢? 是啊,我正想要问问你们,你们有什么主意没有? 看来这江子牙是让咱们给打怕了,他不敢再出战了。 那么他就挂着这免战牌,咱们就在城前这会儿,炸住大营跟他耗着,十万人马,一天得多少军需啊? 咱耽误不起啊,再说时间一长,恐怕太师有看法啊,既把你我兄弟给打扶来了,咱就得一眨眼的功夫儿,把西齐城一扫而光啊。 捉着江上江子牙和武王激发以及凡王武城王黄飞虎,雅姐进京,去见太师秦宫啊。 哪有功夫儿在这儿瞎耽误着? 就是啊,哎? 忽然四爷答话了,大哥,小弟有遗迹,不知可不可行。 哎呀,你我兄弟有什么可说的? 有话你就直接讲嘛。 我听听什么妙计? 我想这样,我悄悄地把我的花虎雕记起来,我让他到西齐城内,把江子牙吃掉。 如果要是顺利的话,烧带脚把这武王激发也吃了。 他们尊重无主了,西齐是不战自败啊。 几位兄长,不知你们意下如何? 要能行的话,明天晚上把花虎雕记出。 你看行不行? 哎呦,说这哥撒哈哈大笑,这可真是一条妙计啊。 可把杨俭吓坏了。 杨俭听得清清楚楚啊。 心说,今晚上我来着了,来对了,好危险啊。 他想着这儿啊,自言自语说出来了。 把这哥子给吓一跳,啊? 哎? 这谁在说话啊? 好像寝账中有人,几个人站起来啪一声溜起张铃,往寝账里一看,什么都没有。 再看看,他们的宝贝都在那挂着呢。 哎呦,奇怪,我怎么听好像有人在说两个字,好险。 嗯,我也听见了,是不是耳诈了? 对了,刚才打盹来着,咱们还没睡醒呢? 很可能,哈哈,几个人哈哈一笑,没拿这当回事。 杨俭啊,一到白光,有打敌营里出来了。 回到西齐城,刚到城上,哪吒大喊一声。 哎呀,师兄,你可回来了,把我们吓着了。 我们也没跟你打听打听,你究竟变个什么飞进敌人的大营啊? 你不能变什么小蚊虫啊? 要变那个人,啪啪一巴什么,你拍死怎么办呢? 杨俭一听,怎么可能呢?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? 哎,您去这趟怎么样? 你们看看,这是谁的? 杨俭啪一抖手,顿龙装,金展一看,这我的,我的,哎呀,这宝贱, 那是我的,木炸的,还有这几件大概是你的,哎呀,对对,哎呀,师哥,我们得怎么感谢您呢? 您把宝贝都给盖了回来了,啊,您怎么也把她的伞扛回来? 我想了,当时我想是拿这一件好啊,还是都拿着,都拿着那皮不挺沉啊, 要不然这挺费力气,我怕里里啰啰的,耽误事儿,金展一起码不着急, 我说师哥,姐今天晚上开始,你就每天上敌人大营里转一圈, 有什么改了什么,有半个月的工夫,就都给他试诺到咱们西齐城来了, 杨俭一听,我还干点别的不,啊,你们别捣乱了,我现在有要事报告失书, 小哥几个说着笑着,来到相府,见子牙,杨俭把听到的这事,跟丞相这么一说,子牙这么一听,哎呀呀,好厉害, 这魔力兽这个主意,可够坏的,怎么他要放出花虎丢,到西齐城,把老夫我吃掉,那怎么办呢, 赶快啊,咱给丞相挖个地印子就得了,把丞相藏起来,那不是办法呀, 怎么,我不知道什么时候,千岁召见我,再直说,我得排兵布阵,点将御敌啊, 你说这军中主帅总在地印子里藏着,你这叫什么事啊,啊,哦, 有什么事找我,天天下地窖,你这不是翻白菜,哪有这条啊, 他说一听,这不急的吗,没主意,给您吹一主意,得了一看,我有主意, 哥几个这么一听,你说说,怎么办得,啊,让咱们师哥杨简啊, 变成师叔的模样,让花虎丢,把咱师哥吃了, 杨简一听,我说哥们,你得把我喝住去了, 叫花虎丢把我吃了,子牙一听,那也不合适, 杨简想了想,嘿,你还别说, 能说这这主意还真不赖,行, 我呀,心甘情愿,叫花虎丢把我吃了, 我这说完后悔了,师哥,我没别的意思, 我是说呀,您替咱们师叔堂塞堂塞, 再说,您要真没得吃了,那怎么办呢, 怎么办,那我们要想让您变个什么, 开个心,那不是,没地找您去了吗, 杨简一听,好吗,我天天哄着你玩啊, 你真够可以的你,行了行了,别捣乱了, 就这么定了吧,我变作师叔的模样, 但有一样师叔,我要传令可得有人听啊, 别回头有人知道,您是我变的, 回头我一传令都没人理我, 这可不行,子牙一听,那怎么可能呢, 你变作我的模样,在前边,我在后边, 给你撑着点啊,我听你这个令传的不对, 我可以告诉你啊,师叔,您可就不能再露面了, 那我知道,好,就这么定了, 第二天,早开晚战饭, 吃完了战饭之后,杨简呢, 啪一下儿一跺脚,变得跟江子牙一模一样, 把令其望起这么一举,吩咐一声, 掌灯,这个相府里里外外, 把所有的灯光都给我点着, 喝,灯笼火把照得跟白天一样, 丞相吩咐了,一兵一卒都不要, 让这所有的文武,都猫的屋里, 关着窗户,插着门, 不许点灯,谁也不许说话, 更不能交头接耳, 这院子里里外外,前前后后, 整个一相府,就杨简一个人, 在帅堂,那桌案后边那一坐, 齐声一壶香茶, 摔案生放声一本书, 嘿,好清闲哪, 整个相府啊,是鸦雀无声啊, 甭说相府, 整个西齐城也一点动静没有, 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, 西齐啊,早就实行宵尽了, 早八点晚八点接上一日没有, 那年头有点嘛,就这么个意思吧, 所以这个相府啊,很肃静, 这越肃静,越叫人觉得呀,可怕, 这么大的一座相府, 往天无比繁华, 今日就像几百年没人走过的古庙一样, 静得都吓人, 天骄三谷了, 只见哪, 在西齐的西北小夏, 半空中出现了个小白点, 而且是越来越大, 疏忽之间, 就到了西齐上空了, 什么东西啊, 花虎雕, 这花虎雕训练有素啊, 今天他主人向他交代的明白, 让他偷偷的吃掉江子羊, 他就在这个相府上空这转悠, 转什么呢, 他找呢, 每次花虎雕, 飞着半空都要嘶嘶叫几声, 今天知道是偷袭, 一点动静都没有, 花虎雕一看, 他就看见, 帅唐生做的正是江上江子呀, 这花虎雕好迅猛啊, 有的半空往前一扎头, 把尾巴一翘, 一鼓进风, 就到这帅堂了, 此地一张口, 把这位江丞相浑上个儿的给吞了,